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夸张地称赞中国的主权 但是在自己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 一直大力提倡伊斯兰价值观的埃尔多安 对中国西部新疆地区关押的一百多万名突厥语系的穆斯林 以及数百万人的被迫同化 却基本保持沉默 这与十年前相比是个180度的大转弯 当时他曾说 简单地说 中国政府让新疆的维吾尔族人遭受了种族灭绝 与埃尔多安一样 世界对新疆也一直显而易见地保持沉默 中国政府为了将维族人改造成共产党忠实世俗的支持者 过去两年里在新疆修建了一个庞大的拘禁营网络 并进行系统性的监控 即使外交官们亲眼目睹了这些问题 并私下里进行谴责 他们也不愿公开表态 因为无法得到广泛的支持 或不愿冒着损坏与中国金融关系的风险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周二表示 为制止中共对藏包人权和自由的压迫 参议院和众议院两党议员共同发起一项有关西藏政策的法案 卢比奥当天发表新闻稿指出 他与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 以及民主党参议员卡丹等人共同发起 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这项新提案旨在更新与强化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 以因应西藏人民所面对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挑战 而民主党众议员麦克高文则在众议院提出该法案 卢比奥在新闻稿中说 在中共针对西藏人施加新的挑战之际 这项迫切需要的法案更新了美国对西藏的政策 我们必须持续高度聚焦于中共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压迫 并寻求新的工具在中国内外保护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彭博社周三引述中国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随着美中准备10月的华盛顿新一轮贸易谈判 以及中共政府正应对国内猪肉短缺之战 一些中国企业准备购买更多的美国猪肉 据悉 中国公司正在向美国的一些大型猪肉出口商 包括史密斯菲尔德和泰松等巡价 消息人士透露 实际采购量尚未最终敲定 可能在10万吨左右 其中一部分将用作国家储备 进口美国猪肉除了应对中国国内的猪肉缺口外 还是可以向美方证明 中方兑现购买美国农产品承诺的好机会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由香港网友组成的民间记者会 9月24号召开第14次新闻发布会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13万人的怒吼 重组警队刻不容缓 会上发布了一项最新的网上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 13万多名受访者中 有90%的人给香港警队打零分 还有近80%的网民要求改组 甚至解散警队 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在会上说 他们以问卷方式在网上发起针对 反送中运动中各项议题的调查 并于9月8号至9号两天 在网上收集了13.8万人的回应 其中九成人和共12万香港人 给予警队零分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中国一名续产学专家 周二在一个猪业论坛上坦言 过去一年间 非洲猪瘟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高达1万亿人民币 如果再加上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 实际损失更为巨大 此前也有专家发表相关研究报告指出 非洲猪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 国际民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不亚于一场战争 据陆媒财新网报道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 世界续产学会副主席李德发 9月24日子一场猪业论坛上发言时 分析了过去一年多非洲猪瘟 在中国大陆蔓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李德发表示 从2018年8月3日首例非洲猪瘟 在辽宁省沈阳市爆发以来 这场瘟疫不仅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区 还波及了越南和韩国等周边国家 经初步推算 迄今为止非洲猪瘟在中国大陆造成的直接损失 高达人民币1万亿元 他强调 这还不算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党媒说 中国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高峰称 中方企业正在开展美国农产品的 寻价和采购 高峰称 据了解 近期中方企业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 开展美国农产品的寻价和采购 并已经成交相当规模的大豆和猪肉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 对这些采购予以加征关税开除 中国对优质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很大 中美两国在农业领域互不幸强 合作空间广阔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采取实际行动 为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高峰称 美方于9月17日公布了第九批对华加征关税措施排除清单 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这有利于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 有利于中国企业 也有利于为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党媒说 面对香港街头一些极端分子 跑去英国大使馆乃至美国大使馆门前 奴言必须地祈求英美两国政府收留的场景 一位曾经为了留在香港而放弃了自己的英国国籍 自愿加入中国国籍的白人大叔不满了 这位大叔名叫卢维斯 曾是香港回归以来首位加入中国籍的港府高官 现已退休 23日 他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上撰写了一篇讽刺这些极端分子的文章 标题是或许英国和美国会来救香港 救如猪也可能会飞一样